對話好一條路線 知道說哪裡有休息點 哪裡怪物比較多 一邊打道場 還一邊開直播 跟粉絲分享抓怪的心得 自稱小販的玩家隨時直播 其實是為了方便家人 追蹤他的位置 還有身體狀況 只有少數的同好知道 他胃癌二期 身體其實很虛弱 難過是一天 開心也是一天 所以就開始說 平常的時候會加減說 可能先玩個遊戲這樣子 原來這個小販 就是7月剛在PS4遊戲 一種國度當中 拿下世界冠軍的玩家火雞博 但上路抓怪 小販的精神都來了 每天堅持走10公里以上 鍛鍊體力對抗癌細胞 還有粉絲追著他跑 有生病的人要先問醫生 要先詢問一下醫生說 我們出去需要注意什麼 要帶些什麼東西會比較好 更厲害的是 火雞博用了13天 走了120公里 前天中午就把台灣 可以抓到的 142隻寶可夢都抓齊了 現場直播慶祝自己畢業了 全部已經抓完了 叫我第一名 有沒有 剩下的那些不是沒開放 就是國外抓不到 對抗癌細胞體力虛弱 火雞博事前還請醫師評估 才上路抓怪 但太太要他隨身帶著求救小卡片 還得隨時開直播報平安 靠抓怪他不但瘦了4公斤 連回診的次數都減少了 更發現原來我不是走不動 只是缺少動力去走 他更鼓勵年輕人跟病友 他這麼糟糕的體力都能辦得到 大家也快來流汗兼排毒吧 記者蔡小剛 詹品宏 台中報導 文章 文章